行車記錄器拍下前方一輛黃色脫掉車 拖著一輛車子往前 但卻突然往右偏當場撞上路邊一名老翁 撞到面過在地上滾一圈 老翁傷重當場死亡 但肇事的脫掉車撞死人 竟然看都不看直接開車離開 我跟他不去你看 那種阿卡姐的人都你了 當時附近有民眾看見 嚇得立刻到警局報案 但明明撞到人了 重人的誠信脫掉車駕駛 卻沒有下車查看 時候洛網竟然還說是吃藥黃身 駕駛的部分他是說他當時是有 因為有生病 然後所以他有吃感冒藥 行進路段的時候有黃身了一下 可是他好像說就是 後來好像一次有撞到東西 不過就是後來看後照鏡 好像沒有東西 所以他就離開了 這起事件就發生在伊地號下午 四點多高雄路竹高十一線 靠近大人路口 死者是一名72歲的網姓男子 由於這個路段沒有監視器 警方調閱前一個路口發現 脫掉車經過 也有後車提供行車記錄器影像 照射的脫掉車是 國道道路救援公司 撞死一條人命 業者拉下鐵門拒絕回應 因為現場是沒有監視器 好那所以我們回溯往前 還發現有一部是拖掉車 全案就是移送交流地警署偵辦 七十歲的老翁原本身體硬朗 還能夠下田 卻在自家農田一旁慘病黏死 肇事駕駛是真的謊神 還是惡意兆逃 還有帶警方詳細調查 記得神田人馬家喻高雄報道